主打像素風 Roguelike 備受好評的獨立遊戲 鐵錘守衛英雄傳 在 PC 版後現在也要以究極版之姿 正式登上 Xbox One 和 Switch 平台囉 玩家一開始可以從 5 種職業中做選擇 從具有防禦盾牌的騎士 擅長遠距攻擊的遊擊兵 會使用元素攻擊的法師 持有神聖之力的術士 到能夠召喚屎魔的獵魔士等等 活用各種職業的特性應戰 就能夠隨著升級獲取不同的能力 既然是 Roguelike 玩家每次的地城探險都是隨機 且具有挑戰性的 玩家必須四處探索擊敗怪物獲取經驗 並盡可能的收集金錢、道具和資源 隨著深入每一層難度也會隨之升高 迷宮和機關也會更加複雜 所以除了需要謹慎作戰之外 只要記得透過地圖中找到的吊車 將你在每層樓收集到的戰利品運送回地面 不然一不小心死亡的話 可是會通通被沒收的喔 每一次攻略收集來的戰利品 都能夠用來建造城鎮以及升級角色 透過逛石來解開城鎮中的設施 並以升級獲得的技能點數 解開主動與被動技能 而隨著進度解開的設施包含了鍛造、藥水 用來解開新職業的酒吧和許願池等等 都對於玩家之後的冒險有一定的幫助 覺得資深藝人闖關有難度嗎 遊戲也支援了最多私人線上合作 趕快揪一揪你的死黨們 進入鐵錘守衛英雄傳的地城裡勇敢闖蕩吧